Hello大家好,我是Ami 那今天给大家分享的内容呢 依然是新的一期动作解说类视频 那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首先说一下她的手部动作 按照视频所呈现的来看 她空中的部分 感觉手部动作是不太稳定的 比如她的左手是直笔 但是她的右手却是半弯半直的状态 所以就会觉得她不太稳定 虽然说直笔不是不可以 但是相对来说会比较累 那么我还是建议空中移笔 我们采取的是取笔移笔的动作 也就是说我们的自由泳在推水动作 推到宽部的旁边之后 轴关节先起来 始终保持轴关节高于手掌的位置 往前去进行移笔 那具体的自用手部动作的拆解课程 可以关注我后面的分享 我们再回到这个视频来 再看一下靠近屏幕的那只左手 你会发现她还没有入水 就已经有了勾手腕的动作了 那么入水之后 也很容易会出现勾着手腕来爆水的动作 那么我之前的自由泳教学课程里面 曾经有分享过 不要勾着手腕来进行游滋游泳 因为手要直成一条甘直的直线 直成床桨那样子去进行爆水和推水 我们的手部动作效率才是最高的 那么这个是属于我们的手部动作里面 非常细非常细的细节 但是它确实会影响你前进的速度 再往下看一下是呼吸的部分 这个应该是很多人都会出现的情况 留意一下 它一往右边呼吸 它左边的手就往下压了 你们可以留意看一下是不是 这个其实是一个比较连锁的反应 你的右边呼吸觉得困难 你就会很想把人给抬起来吸气 但是你的右边一抬起来 你就会发生压左手 一压左手 你的动作就会出现一个非常明显的停顿 就像是视频那样子 最终我们要解决的源头问题是呼吸转体的问题 就是说你的自动是转体呼吸做好了 就不会出现抬起来呼吸的这个错误动作 如果你不存在抬起来呼吸这个动作 根本就不会出现左手往下压下去的这个错误动作 它从来都是一环扣一环的 那如何解决抬起来 这个问题要往前去翻一下我曾经做过的一个技术分享教程 因为今天这个视频它只能是分析有什么问题 要改什么问题 那么怎么改是需要配合方法步骤以及是示范视频的 那就得针对问题去找对的一个专题视频 那再看一下呼吸的问题 第一是它呼吸抬头看天空了 第二是只做了单边呼吸 也就是说它并没有去做双边的呼吸 我在之前的技术分享视频里面有提到过 如果你单边呼吸时间久了 就会引起身体两边肌肉发展的不平衡 也就是说会一边强一边弱 因为你总是单边发力呼吸 这样就会导致越难越改过来 那这时候就会有人说 我看那些奥运会冠军都是单边呼吸的 我怎么就不可以单边呼吸 那我个人建议还是说入门刚学习的阶段 还是要按照比较正常的学习框架来学 等你真的很熟练了之后 再去考虑一些个人的个性法的一个发挥 比如说你的自由用腿 也有人跟我说 我看奥运会冠军 还有一些专业运动员都是不打腿的 我也要不打腿 那基本上如果你也学奥运会冠军那样子不打腿 基本上你就直接沉到水滴里面去了 那今天分析的几个问题 具体的解决方案要去翻过完的专题视频 因为是有示范有学习的顺序 也有解说还可以查缺不漏 这样才可以把我们的自由泳学得越来越好 今天我们的分享内容就到这里 关注Amy游泳学堂 学游泳少走弯路 我们下一期视频再见吧 拜拜